每集真的是一个超级大坑,每集的时间差不多,都在二十分钟左右,有些剧情又超级吸引人,不知不觉就看完一整季了。 演面在众多美剧题材当中,阿边最喜欢的就是超书压超爆笑的喜剧了,今天就来跟大家推荐六部必看的书压美国爆笑喜剧影集,让你一扫水星逆行,带来的讨厌负能量。 一,生活大爆炸,首先要介绍的就是这部超长寿,讨论度也超高的生活大爆炸那,这部美剧讲的是四个科学柴南的故事,他们四个虽然智商超高,但是社交能力却高低, 因此每个人都是超级鲁的鲁蛇们不果,自从主角家里对面搬来一个跟他们完全相反的金霸美女之后,这四个人的生活开始产生超级大的变化,也让整部影集增添更多趣味。 这部美剧好像很科学,但其实都是在演一些很白色的生活琐事,就算你对于科学跟物理是什么,没兴趣,也可以完全看懂这部片的笑点,尤其是中间穿蓝色衣服的Sheldon, 更是这部影集的灵魂人物,每次只要讲出一些狠毒蛇,没有同理心,的话都会让人捧腹大笑,真的是一部超级舒压的爆笑影集啊。 二,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,接下来这部摩登家庭,绝对是阿边此生最爱的美剧美舞之一。 这部影集在讲的是一个大家庭,延伸出的三个大家庭,一个是家里有三个小孩的一般中产阶级,一个是老少配组合,另一个则是游领养一个小孩的同性恋家庭,他们会以拍摄家庭纪录片的方式,对着镜头讲自己的心里话。 阿边个人觉得摩登家庭的笑点都非常容易懂,而且剧情节奏轻松活泼,有时候又会带有一点温馨剧情,让你看得又感动又好笑。 摩登家庭的角色虽然超级多,但是每个人物的个性特化都非常鲜明活泼,很容易抓到他们故事的节奏。 有时候在看这部美剧的时候也会开始省思,自己在家庭的缩影还有跟家人的互动,等等,是一部有趣又带有一点温馨家庭题材的超好看美剧。 三,饥饿的青春,饥饿的青春,也是阿边推荐超书牙的爆笑美剧之一,这部影集主要是在叙述长出包又想成为大厨师的女主角, Gabby他应征上了就金山衣,各亿万富翁Josh的私人厨师,跟他之间产生私人情愫的故事,是一部比较偏向爱情题材的美剧,但是因为主角少跟金,的个性常常闹出大笑话,让阿边众看,第三边还是笑到不行吗? 其实这部影集最好笑的就是左边Josh的黑人管家Yolanda跟他的亚洲人公关Eliot,他们两个讲话都超级一针见血,每次对话都让大家笑到肚子痛。 Gabby的好姐妹兼是有Sophia跟她的互动,有时候,也很温暖又有趣,是一部看了会觉得会心一笑的超优质美剧呢? 4.老爸老妈的浪漫是How I met your mother 老爸老妈的浪漫是,那英文片名叫做How I met your mother,是因为这部片主要是在讲一个未来的主角Tab在跟他的小孩们说,他怎么遇到他们妈妈的故事,不过其实妈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出现过就是了, 用一种回顾过去的方式来演绎剧情。 老爸老妈的浪漫是,总共有五个主角,每个主角的个性都非常鲜明,大概没讲两三句台词,就会让你忍不住喷笑,完全忘记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。 这部片是由知名美剧六人型的制作团队一手打造,剧情活泼又充满有渊人化风情,虽然故事的设定很简单,但是主角们层出不穷的爆笑意外,让他们纠缠了整整九年之久,看了不但会让你放声大笑,你也能跟着剧中角色一起成长,渐渐了解真爱是什么,绝对推荐大家从第一季开始追, 5.破产姐妹To Broker Girls 破产姐妹,有多热门,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,这不以金发富家女Caroline因为父亲入居而破产,辗转跑到一家餐厅打工,认识中发女主角Max,而跟她成为姐妹花,最后一起原来想要开杯子蛋糕店的梦想这部片的梗,其实,真的算是蛮下流低级的,尤其是Max跟Caroline对话的时候,常常带有一些狠黄的笑话,此外,他们也很爱嘲笑韩裔美国老板 她的身高,完全不把她当老板看,常常用一些很呛蜡的形容词来形容她,但是又充满各种笑点,超级推荐给不想带脑看美剧的人说六,退休警察凡是多,Kevin can wait 最后要来介绍一部比较新也比较冷门的美剧,退休警察凡是多,主角Kevin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警察,他原本期望自己退休之后可以过注轻松又无忧无虑的家庭生活,但是却没想到激连遇到大女儿休学,跑去跟一个没什么出息的人结婚,小女儿跟儿子各自有自己的情绪问题等大麻烦, 让她原本计划的美好梦想立马破碎,阿边觉得这部美剧主要的笑点就是主角的无厘头个性,她虽然是一个超灵活的胖子,却常常做出一些自己以为很酷的超暴笑举动,也成因为自己耍小聪明而酿出可怕的灾难,而她跟老婆还有以前一起执勤,现在也退休的一群警察,朋友们的互动,跟对话也都超级好笑,保证让你笑到不能自己。